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到现在交往快两年了 我们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很多现实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觉得我对他一直都很包容 对他也足够好 但是他一直都不满意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感觉还挺幸福的 后来我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龚28岁来自吉林个体 小孙27岁来自吉林舞蹈老师 有请 欢迎老妹 主持人你好 好好好 谈了几年 两年了 要50万的彩礼 是吧 对 给还是不给 真想给 是真给不了 真没有钱 为什么想要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 马上要结婚了 我觉得他我想要的这个彩礼 我觉得是对我个人的一个保障 什么保障 爱不是最大的保障吗 这50万是个什么保障吗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就结这一次婚 而且我也想看看他的态度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婚姻 是两个人的事 就是结婚那个 我给你一个幸福圆满的 一个婚礼 一个家庭 但是也许开始吧 我给不上你这些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 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以后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不仅仅是这50万 也许以后会更多 是 想过吗 这些问题我都想过 但是我现在就想要一个保障 我觉得这个彩礼 混钱我提的要求 我觉得他要是 不能尽力满足我的话 那是不是我在他心里 就不重要 我是一个普通家庭 你说怎么去拿出这50万 我不可能说因为 咱们俩的幸福 我去让我父母 让老人去卖房子卖地吧 这除了50万 还有别的要求吗 我们两个之间问题确实很多 我们马上结婚了 然后他买了一套房子 是我们的婚房 有贷款 贷款也达到了50多万 我说你看能不能在结婚之前 我们把这个贷款还清了 因为涉及到以后吧 两个人之间压力也很大 但是他也接受不了 我刚买了一套房子 首付就花了二三十万 然后我再去把剩下的贷款 全还上 我靠什么去还呢 我怎么去还呢 再说咱们两个人过日子 一步一步来呗 谁还没有个过程呢 我是这么想的 婚前我是想把这个贷款还完 还完之后 因为我们结婚以后 也会有孩子 然后你现在工作也不是很稳定 每个月收入也不稳定 如果有一个月 你这个贷款要是还不上了 是不是就得我来还 那我们两个人彼此的压力 是不是就很大 我不想以后过日子的时候 两个人弄的压力太大 姑娘我特好奇啊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好奇地问一下 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就是 给我50万 曹老师给我50万 娶我 曹老师没问题 50万 啪拍出来了 您啊 您算了吧 您算了吧 然后我说这房子 说我就要一个房子 这房子是没贷款的 您找这么一步就完了吗 这人也会爱你啊 不一定人就不爱你 对不对 你干嘛非要跟他身上 就这么较着这个劲呢 找别人 别人爱不爱我 我都是不在意 主要我不也得是喜欢吗 你喜欢他 我们两个肯定是有感情的呀 那就一起笨日子呗 笨日子 我只是想在婚前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让以后两个人的压力 都小一点 我能解决吗 我随便说啊 我随便说 随便说 所以这房子这事 你觉得也完不成 是吧 对呀 因为我认为你说 他总考虑说 万一我哪个月还不上 就算是即使有一个月 我真的是难到那块了 那你履行一下这个义务 不就完事了吗 再说如果说你真的不愿意 我可以去借 我可以去弄 我可以去想办法 我可以不让你操心 就完事了呗 对不对 你一说到借的这个问题 我更来气 其实我们两个人 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 这个事吵过很多次架了 嗯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跟朋友出去吃饭 吃十次饭 他能花九次的钱 有 然后呢 天天出去跟朋友 吃饭喝酒 每天都是十二点多 以后我们两个能回家 问题是 你喝就喝 吃就吃 天天买单不说 还得带着我 那不因为带着你有面吗 散一个我不带你 谁买单呢 我也没有钱呢 我挣的钱不都给你了吗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说 我带着你不是应该放心吗 原来你没钱是吧 主持人我不怕大家笑 我微信里十块钱都没有 就买一盒盐盐 都得说 买盒盐 我说 媳妇 我说那个 我要去买盐 我说给我 赚点账 十块 十五 二十 买完盐 根本你都不想买空间素质了 都这样 你说我不带着它 我怎么办 吸烟有害健康 戒了 这苦恼不就没了吗 对吧 那还不是因为你花钱 大手大脚吗 那你说跟朋友出去吃饭 吃喝玩乐 十次吃饭 你得九次都是你买单 你说我本来 我就是一个愿意理财的人 你说你天天这么花钱 一点都不计划 那你说以后日子怎么过呀 那你说你应该知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本来我就非常大方 尤其跟朋友这方面 我就没有在乎过 这个谁吃饭 关于谁给钱 我认为说 只要大家一起乐呵 尤其是自己的好朋友 你说一个男人 谁在外边 还没有几个朋友呢 没有社交呢 你觉得你对你的朋友 你大方 你觉得这不是 大手大脚的 给他们乱花钱 对吧 那我想问问你 我借给我朋友三千块钱 之前是因为我朋友 把家里有急事 老人生病了 他说他 小月能不能借我三千块钱 我这真是难到这了 我说行 那我借你吧 我朋友说行 我一个月以后就还你 结果一个月以后吧 他就还了我一千 我当时就想 那肯定是他为难了 我也不想说 那难为人家 我就没要这个钱 但是这个钱呢 现在还差我两千 欠我一年了 我最近吧 我就天天跟他念头这个事 我说 这怎么还不还我钱呢 我说就再难 这一年 是不是这两千块钱 也应该还我了 是是是 结果 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你活该 那你说你不活该吗 那眼瞅的都还不上了 有机会还 他们在一起上班 开支的时候 还开到他那边 我说你就直接扣出来吧 那都明显都 已经是不想还钱了 再说 你借钱跟我花钱 请人吃饭 这是两码事 你知道吗 我那是属人际关系 你这是什么 借钱就是借钱 那借钱我创意要没毛病啊 然后你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给我朋友打电话 嗯 你说吧 你是怎么打的 打电话 我说那个 你欠钱是不是得还了 那你正常要钱 那我没毛病吧 那我 我认为你看你不好意思要 然后你的朋友 那我 那只能是我要了 就相当于说 我朋友如果说欠我钱 那你也可以要啊 因为 那你看以后咱们要是两口子了 那就是互相配合呗 把自己钱 也得往回收一收啊 对不对 执行力很强 我始终觉得 他现在他没这个钱还我 他肯定也是难 而且你说 我这钱都借出去了 结果你现在是钱没要回来 打了个电话 我俩就彻底掰了 不联系了 现在是钱没了 朋友也没了 哎 就是人哪 何况是这点事 我这个人嘛 就是比较爱热闹 尤其是好朋友了 或者是你看我都幸福了 我想给别人带来点幸福 比如说他身边的女朋友 我身边的男朋友 我说 张老张老 对张老张老 撮合一下 没想到人家幸福了 我俩的噩梦就开始了 哎呦我的妈 这是天天 那是噩梦吗 七夕情人节过节的时候 人家 你的朋友送给我 女朋友一出玫瑰花 我当时跟你说啥了 我说妈 真浪漫 我说我这出两年了 我这 一个花骨头我都没收着 我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两个人开开心心在一起 每天都是情人节 微信里面就五块钱 都不到 我到哪买玫瑰花 一朵也行 我刚买完烟 没钱了 你让我怎么浪漫 是不是要的太多了呀 我就是觉得它跟最开始不一样了 浪不浪漫的 这事可以不说了是吧 对 看 他无言以对 接着往下说 上个月我出差 因为那个舞蹈演出 我要上外地出差 我出差之前 我特意问他 我说我这次出差吧 不是两天三天 我说可能得一个月 甚至一个多月 我说咋整呢 我说我自己去也不安全呢 我说我自己我也挺害怕的 您从事的是什么 舞蹈老师 舞蹈演出 跳舞 这个你们现在演出 还有不安全的事啊 还有不安全啊 我们还是挺安全的吧 我们挺安全 他们有不安全啊 不了解 演出市场那么乱吗 哥行说哥行说 不了解不了解 不能瞎说 他还有不安全 他胆小怕黑 没你照样活这么大 所以你要站在那被他质问呢 然后我就特意问他 我说那个咋整啊 你能不能跟我去呀 行去吧 那个我陪你去 要不你一个人宰的 我也不放心 我说行 我说那你要跟我去的话 那就去呗 咱俩就去呗 结果 没待两天半告我 不行 我就在这块待 我一个人待 没啥意思 你再一个 我不能一直陪着你呀 我得干我自己的事去呀 这话说完了之后 你猜怎么着 第二天 人自己开车走了 声都没跟我说一句 人家走了 我在那待了快十天了 我一看也安全了 没有什么危险了 我说你再说了 那我也得挣钱 我不挣钱怎么去生活啊 那当时是不是你答应我的 你说得行 我跟你去 你自己一人我也不放心 你如果要是没答应我的话 我是不是我也不出差了 我就消停在家 这头大家就各自上班呗 那是不是你答应我的 那你为什么说完 你又不算数了呢 主要我不得给你挣钱 挣彩礼钱吗 还有别的事吗 事太多了 还有呢 我有一天吧 在家难受 发烧了 发烧了 我就给他发信息 我说你妈 老难受了 我说发烧了 我说起都起不来的 他跟我说去啥 你多喝点热水 然后你吃点药 你要第二天不好 第二天一早 赶紧上诊所打一针 一针马上见效 这怎么了呢 我说我难受 你为啥不过来看我呢 咱俩隔着好几百公里 然后我还上这班 挣着钱 我怎么去呀 你说一个感冒而已 又不是说 真的说有生命危险 说得什么大病 住院了 那你说我不去 我是过分了 那你说一个感冒 那就是多喝水 吃感冒药 然后去 实在不好 咱俩打针 我要真实得大病 我还能有口气 给你发信息吗 大夫也通知 不是那你要什么呀 你直接说 我们不懂 我就觉得 他给我的陪伴少了 他不关心我了呀 那我都说了 我都那么难受 勒都没勒你 人家告诉我 你扎一针 马上就好第二天 那他应该怎么做 标准答案系是吗 标准答案就是 我觉得他得过来 主持人 你说我就说他事多 他真的 他现在事 他特别多 你说 我好不容易有时间 我带他出去玩 然后在那个农村 我订了一个民宿 就是那个地方非常美 有山有水的 那你说去农村 吃的肯定是 入乡水俗啊 对不对 挺好的呀 对呀 你说大锅菜 大锅饭 然后呢 人家是有饭店 晚上了 我俩是开了一天车 到那儿 然后也非常疲惫 到了那个民宿 坐得非常干净 他一开门一瞅 哎呀妈呀 这床哪儿 洗没洗啊 干不干净啊 胃不胃生啊 然后我说 那你就先把东西 放着吃饭吧 这姑奶奶倒好 到那块了 我说吃小鸡啊 我不吃肉 我说那吃河里边的鱼吧 这是存野生鱼 他他说 我不想吃昏的了 我说那咱点素的吧 我点了两个菜 人家一口才没吃 然后还给我一顿麻油 你咋不高高 主持人 你点的是啥菜呢 尖椒干豆腐 那个农村的笨鸡蛋 炒小葱 这菜 咱俩在一起两年了 我啥时候吃过炒过的鸡蛋 我啥时候吃过炒过的干豆腐 我什么时候吃过 我不行了 把最好的给你吃 那笨鸡蛋 农村那笨鸡蛋 嘎嘎香 是 指定是嘎嘎香 他自己在那块造流宝 我自己在那饭桌上 坐半个小时 瞅他吃来着 你不说你不饿吗 我就对不住啊姑娘 确实听不下去了 你这样很难嫁出去 知道吗 我是真是替你着急 你看你多少个标准 对我好 我所想的 你必须办到 我没想到的 你得替我想到 我想到的 你办不到 就是不爱我 就是今天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反映了现在好多小女生的一个心态 我们是世界的中心 恋爱之后 我们是世界中心的中心 我们不会让全世界折服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男人 拜倒在我们的十六群下 并且让他用无翻身之热 你觉得 真的找到这么一个男人 你敢嫁吗 我想问一句 爱不爱的 你们心里有数 你们都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看看你们应该怎么做调整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我请问女生 这五十万彩礼是底价吗 有还价的可能吗 我只是觉得 她的态度对我而言很重要 但感情 它不是用金钱来量化和衡量的呀 有很多人 就是因为彩礼 突破了自己的承受的底线 和这样的一种能力 最后感情美了 她很想结婚 买了婚房 您的要求是 必须在婚前 还清 这一个婚房的房贷 两件事 从面上看 你最爱的是自己 甚至您的自私一览无语 因为您明白 这两件事 靠她本身做不到 但是靠她父母能做到 您想炸的就是她父母的钱吗 她父母把养老钱拿出来 可能这两件事情都完成了 以后您自己 就一劳永逸 没有负担了 老人死活 你就不管了 你们还真的在乎对方吗 很显然你们两个人 距离已经越来越远 所谓的爱情在你们这里 我真的看不到 竟然不爱了 就坦坦荡荡 明明白白地说清楚 这个男人并不是你真心想嫁 真心相爱的人 您自己心里颠量一下 谢谢 谢谢伯黄兄 许总 谁提出的要谈婚论嫁 谁提出来的 我提出来的 什么目的 咱们跟人在一起 就要给人一个承诺 给人一个责任吗 一个家是什么 你给了什么呢 我很怀疑你和她结婚的动机 不光我怀疑 她也怀疑 因为压根你没有给一个女人 足够的未来 可以获得幸福的理由 没有 你工作不稳定 但你花钱大手大脚 没有规划 面上好像是把钱都给了女方 但给女方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女方为什么要你钱 因为她认为你不会管钱 你不会生活 但是你把钱给了女方之后 还怎么样 拉着她去买单 十次九次去请客 根本不就是量入为初 没有规划 这个女孩她不敢嫁给你 女生 我就怕万一 万一她要再使劲一把 拿到了那一百万 你可怎么办啊 你没有借口了 这个男人你心里是不踏实的 你是不敢把自己交给他的 但你偏偏用一个钱 作为了一个借口 但是我就怕万一她答应了怎么办 未来的生活怎么办 你拿到了那一百万 你就安全了吗 能过到幸福生活吗 没有 所以你们俩可能还可以继续再谈恋爱 但是现在远远不是谈恋恋恋恋的时候 这个男人真正如果能醒悟的话 可以试一试 如果不能赶紧就好聚好散吧 就这样 谢谢曲总 曹老师 我比较认同曲总说的 这男方确实是这个 咱说实话 仗义啊义气 这都对 社会上交朋友都很正常 但是这恰恰是女方在钱上卡你的一个重要原因 她肯定是觉得你太大方了 她会觉得可能在婚后 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 开始稳定地过日子了 还这样的话 可能对她的生活是没有一种保障 她其实想改变的是你生活的一种态度 但是反之又说女生 那如果 我说如果她真的特别爱你 社会上方方面面的朋友也帮助她 不用父母 她真的借出来这一百万了 你们俩婚后要背上这一百万的债务 你愿意吗 你可以不回答 再说第二个问题 如果她在婚前把贷款全部都还 你甭管她怎么还啊 就是正常手段全部都还完了 但是房子没有你的名 你乐意吗 一样 那么五十万彩礼不要了 你拿你准备这五十万彩礼 去帮我把房贷还上 你愿意吗 其实俩人就没有就是协商好 也没有沟通好 各有各的难处 但是刚才说的我个人觉得 除了这个彩礼跟结婚这事以外 其他全是鸡毛蒜皮的事 就是没掰着清楚 反正我支持举总 你们俩可以再试一试 但是一定要冷静想清楚未来如何 那鸡毛蒜皮指导一个问题 就是不够爱 对 这问题还挺大的 来我们听听山大老师怎么说 曹老师这几个问题问得太扎心了 每一个问题都直接要害 姑娘你知道就是你这种霸道的自信是来自哪吗 来自于你觉得他配不上你 当一个女人在婚前大言不惭 漫天要价地开彩礼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这些男孩就是这个女人根本不爱你 因为如果一个爱你的女人 她会非常非常地小心翼翼地去考虑 男方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那我开出这个彩礼的价钱 对他们家来说是不是有负担 我会不会让我的男朋友为难 一个爱你的女人 她会考虑很多很多的 她不会不管你的死活 我不管你怎么凑钱 反正这钱你得给我 这房贷我不管你怎么弄 反正必须得还 而且还完了你还得写上我名字 因为爱你的女人 她会心疼你 你在她的身上能看到心疼吗 你在她的身上只是看到了 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 各种各样无端地作闹 就是她要的你永远欲贺难甜 就算你给了她一只玫瑰花 她会觉得别人收的是一树 凭什么我只有一只 就算你在她生病的时候 即使赶到了她的床前陪伴她 她会责怪你 为什么来的时候 没有给我带上一碗粥 就是因为在她的角度 她永远都考虑的是 我要出各种各样的难题 来为难你 以示你对我的忠心 以示你对我的忠诚 以示你就是配不上我 必须要这样伺候我 所以我觉得女生提出 种种的要求 就是在设置一道又一道的门槛 这个门槛告诉她 你高攀不起 就这样 好 谢谢善达老师 我觉得就听她们俩这个很极致 就特别多的感触 我相信这个姑娘的想法 不代表这个姑娘本人 周边的很多小闺蜜也是这样的 对吧 小姐妹也是这样的 对吧 你现在的很多遭遇 你身边的很多那个好哥们 也是这样的 对吧 就只要一谈恋爱 现在你看几个必要条件吧 男方的钱要上交给女方 对吧 男方要照顾女方的情绪价值 对吧 是不是 最后就是 一旦进入谈婚论嫁阶段的时候 彩礼是个绕不过去的坑 本来结婚是多喜庆的事 为啥现在就这样 全倒在这儿 你们想过吗 现在有很多 女生在婚恋当中 老犯这个错误 你们总认为 一段感情可以改变命运 现在好多年轻的女孩 是把婚姻当成改命时的 我结了婚了 你看 我有了五十万了 五十万能改变你的命运吗 我有了一套没有贷款的房子了 没有贷款的房子 真的就安全吗 恋爱的本质不是人吗 婚姻的本质不是契合吗 你们把这个本身都忘了 那能幸福吗 肯定不幸福啊 他心里真有你 在你病的时候 他会做出反应的 那个你心里真有的男人 打一个电话来说 喝水 打针 就那两句话 也许你都温暖的不行 对吧 然后你们再回 你们的感情里面 看要怎么做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小月 我觉得两年了 我们这段感情 真的来之不易 我希望以后的日子呢 我自己会对自己 有一定的改变 我们两个人之间 以后相处呢 不是说 一味的一个人舒服 去压榨对方 我希望以后的日子呢 是互相取暖 我希望我们的以后 是美好的 我也希望 我们的以后 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去制造出来的 不是说想象的 其实你说我变了 我真的没有变 我也一直都特别在乎 你特别喜欢你 我希望 我们还能走下去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 请回 谢谢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薄红兄 如果内心没有爱到想嫁 真的不要匆匆忙忙走进婚姻 男出女不出 这其实男的应该是 大概率能出来 但女孩有点不确定 我说她也出吧 双出 曹老师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你真坐在我们这的时候 跟在电视机前看是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你要多录几场这个东西 你们能出特别好的相片段 我现在 特别生 已经有了是吧 包裹都有了是吧 创作欲特别特别放生 我真的没有 来咱们节目 太 就是那种新鲜感特别强 就真的没想到 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啊 各种琐碎的事情 两个人通过日积月累 这矛盾逐渐升级 其实你要单练 哪件事都特小 对 时间长 完了 有的时候就解决不了了 但是我是觉得男孩有可能 男出 女不出 因为毕竟可能广泛意义上来说 男孩只要大大咧咧的觉得 有问题我就解决呗 可能有这种性格 但是我觉得女孩 从刚才她的所有表述里 可能是真的对男孩的一些生活方式 还有对未来的生活有没有保障 她会有很多想法 她就觉得这个人不合适 对 已经劝到这程度了 我觉得她更应该冷静的去想一想 我觉得会双处 为什么呢 因为女孩啊 还没碰到一个 能把钱全交给她 然后呢 还答应说五十万给她 还没有房贷的这样的一个男人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请开门 我觉得这个结局特别好 因为还有一些情侣和恋人是通过这个节目 当成他们在生活里面 有一些真话不能表述 我们有点像嘴T你知道吗 我们要替他们把一些心里话说出来 而这扇门实际是他们行动的一个遮羞部 双方都能算提